约翰福音16章12-15节 所以我说,它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我们生活在的世界里,充满了许多不同的声音 许多时候,现代世界的声音旨在使我们陷入困境,并远离上帝的真理 我们必须非常有辨识能力,才能在各种情况中做好决定 伊甸园的情况,给了我们一个借境,来检视我们现实里的声音 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阅读到,我们在《创世纪》第一至三章中 主要听到的的声音,是来自神的声音 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声音,穿透无形的智慧 空虚和黑暗深渊,在没有秩序的时候,带来了秩序 他填补了地球上的空虚,他在一瞬间给黑暗带来了光明 故事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看到上帝对人说话,让他们拥有主权 《创世纪》二章十六至十七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然而在这之后,有第二个声音来了 它是违背上帝的声音 《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属于魔鬼的声音歪曲了上帝的话 《创世纪》三章四至五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这种情况今天还在继续 我们必须能够辨别是谁在说话,以及真实的声音来自哪里 否则,我们将会面对和伊甸园的情况一样的结果 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花园的现实中 圣灵和你说话的迹象是什么呢? 第一,祂使用上帝的话语引导你 神的话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但通常我们会忽略这些命令,而听从世界的声音 圣灵向我们展示正确的道路,真理的道路,而不是魔鬼和这个世界的谎言之路 我们知道圣灵一直在对我们说话,那是最棒的事 生活在这混沌的世界,我们必须要善于分辨真理与谎言 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宣告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圣灵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祂是真理的灵 因为祂和圣父和圣子是一体的,在祂里面没有任何欺骗性或悖逆 祂是主要真理的十足 作为真理的灵,意味着任何源自祂的东西 都一致反对一切虚假和虚构的东西 祂也向我们揭示与上帝有关的真理 每当我们听到上帝真理的声音 我们知道祂是圣灵的声音 祂打开我们的心门,迎接上帝知识的宝藏 祂不会向我们显明任何违反圣经的东西 二,你有内心的平静 圣灵使用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理 你是否曾经面对压力或无法理解的情况 然后你被引到圣经中的一节经文 就好像那经文和你说话 使你内心感到安慰又平静 那时圣灵,耶稣告诉我们 圣灵是天父派来,要与我们同行的宝会师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宣告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是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当圣灵说话时,即使我们处在困难的情况下 祂会给我们动荡的内心带来和平 你是否面临使你感到不是病焦虑的情况呢 是时候祈祷并允许圣灵在你耳边低语,给你带来安慰和平静 如果我们听到的声音让我们内心不安的 我们知道那不是圣灵的声音 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声音度过生命的每一天 上帝有时会派一个人来帮助我们领受祂话语的真理 但不一定永远如此 因为真正的顺服不是依靠迹象或其他人来确认上帝的话语 我们应该简单地顺服,因为上帝已经给了祂的话语 但有时祂会派其他人,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 其中一个圣经中最深刻的故事 是当玛丽在怀孕时,她去看望她的表妹以丽莎伯 玛丽亚领受了主的话,并且让自己被圣灵利用 路加福音一章41-45节 以丽莎伯一听玛丽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以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 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 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上帝可能会选择一个充满圣灵的人 来向我们的心证实她的话语 对于圣灵,我们确定的事情是 她永远不会引导我们远离耶稣基督 生活中任何让我们远离基督的声音的 肯定不是圣灵的声音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反对基督的声音 就像魔鬼使亚当和夏娃远离上帝一样 他也会左右人心 圣灵一直在做的事就是在我们心中荣耀耶稣 指示出我们要变得更像基督 以及带我们进入耶稣的丰盛 因此我们要培养属灵的耳朵 使我们能够辨识圣灵的声音 让我们允许她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安慰 平安和喜乐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我们的父神是一位永远为孩子提供所需的父亲 他总是为我们做准备 总是愿意提供帮助 最奇妙的福音告诉我们说 他不仅能够提供帮助 而且通过许多个人见证 我们知道他是一直在我们身边的耶稣基督 当他在尘世的侍奉接近尽头时 他告诉门徒说 他不会留下无助的他们就此离开 他保证他们会有一个宝慧师 一个会安慰 为他们辩护 与他们交谈 向他们作证 并住在他们里面的宝慧师 就是圣灵 圣灵护送并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 与他更亲近 他也塑造我们 让我们更有基督的形象 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 过基督徒的生活 作为一个人 无所谓我们在道德上有多好 我们需要圣灵 使我们对上帝有用处 并且给我们力量 他比我们呼吸的空气更重要 没有人可以决定 仅仅通过停止呼吸 来结束他们的生命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我们要阻挡圣灵呢 即使人们的属灵天性 会反对他们阻挡圣灵 但他们仍然竭尽全力远离他 当我们允许圣灵 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 意味着我们屈服于 那至高无上的权力 没有保留什么 一切都体现在圣灵里 这是圣经在他里面的保证 他是全能的 强大的 他的神圣力量通过我们 对他的认识 给了我们生命所需的一切 给了我们他珍贵而壮丽的承诺 圣灵每天都以这些方式 和其他方式和我们说话 但是我们可能太过专注于 我们想听的 以至于我们错过了 他所说的大部分的内容 圣灵和你说话 你听见了吗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圣灵 三位一体神的知一体 是百分百的神 有多少人有感觉 他就是吹过教堂的威风 或是一股降临在我们身上的 强大的力量 帮助我们战胜敌人 有人称他为他 但实际上 他是他 他是一个有情感 渴望 喜欢 不喜欢和有聪明的人 在耶稣离开世界过后 他被派到我们这里 继续耶稣 在我们个人里面的事工 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 这意味着 他可以同时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刻 无所不在 他帮助提醒我们上帝的话语 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 当我们研读圣经时 他开启我们的思维去理解 他是我们终极最好的朋友 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呢 当你脾气上来时 他阻止你打架 或当你无法思考时 他让你静下来和你交谈 他甚至帮助你 度过你最艰苦的时刻 以及当你感到人生毫无希望时 他在你身边给你克服的力量 他很温柔 而且充满了爱 不管你做了什么 只要你愿意努力改变 你可以指望并相信 他会支持你 他会随他心意送出礼物 也会在需要时给出恩典 他帮助你从痛苦中痊愈 他给你力量快速恢复 这个拥有所有这些美丽特质的 这么优秀的人 也期望我们给予他同样的爱和忠诚 或至少我们尝试这么做 在这段关系中 他期望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他 他期望我们跟随他 他期望我们允许他掌控 因为他真的做得比我们更好 他会说话 当他说话时 他会以不同的方式和我们说话 他希望我们倾听并顺服 圣经中有很多指示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顺服上帝 圣灵搜寻父上帝的思想 然后给我们发声 按照他的旨意为我们祈祷 这是称为方言的恩赐 当我们不顺服上帝 并偏离他的道路时 我们使圣灵担忧 以福所书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当我们反对真理与公义 当我们和他的领导抗争时 当我们决定做那些 他叫我们不要做的事时 我们证实圣灵忧伤 他很温柔 不会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 他期待我们把寻求神 渴望神的道 以及和圣灵团契 作为我们生命中的首位 我们可以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让圣灵忧伤 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你进去教堂做主日崇拜 你发现牧师在讲道 而台下的人们却在低头刷手机 或窃窃私语 他们不知道圣灵通过他的仆人说话 当他们看着讲台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人在讲道 忘记了和那个人站在一起的 是一位无形无敌的神 变王记下二十一章十节 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之说 因此 请你想一想 上帝通过他的仆人和你说话 因为你看不到圣灵 就站在那个传道人身边 你不尊重地 把对他的注意力 转移到你的社交媒体上 没有给他应得的关注 很多时候 我们给我们身边的人的尊重与关注 更胜于给上帝的尊重与关注 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他 也因为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够 圣经说 如果我们说坏话 或不尊重上帝儿子 也就是耶稣 我们不会因此受到谴责或定罪 但是 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圣灵 我们将会被定罪 而这也是不能被原谅的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 圣灵比另外两个神格要敏感很多呢 我们知道 在人与人的相处中 有一些关系的结束 是因为他们无法包容伴侣的情绪 有些夫妻关系 需要格外努力地化心思 因为他们的伴侣心思 非常敏感 如果我们在世上的人 可以如此敏感 那圣灵该有多敏感了 听着 灵界是真实的 它比我们存在的界域更为真实 在灵界的一切都比这里 更强烈一千倍 由于上帝明白我们的人性 所以 他很快原谅我们 但尽管如此 他希望我们会有进步 会做得更好 现在 让我们看看 如何不让圣灵担忧 第一 渴望上帝的旨意 以福所书一章十一节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即一行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很多时候 我们的行为 或我们的没有作为 源于我们想要的东西 和上帝想要的不一样 为了确保和圣灵保持持久的关系 我们必须求教圣灵 帮助我们的愿望和他的旨意 达成一致 我们也必须求他给我们 讨他欢心的意愿 因为只有他 才能教我们如何 以正确的方式爱他 在人际关系中 我们可能不知道 如何以他们所喜爱的方式 去爱我们的伴侣或朋友 因此我们请教他们 如何以正确的方式爱他们 所以他们教我们如何去爱 对吗 这有助于维持持久的关系 尤其是当双方都付出努力时 如果我们不与上帝建立关系 以及敞开心扉 并愿意服从他的指示 我们就无法知道 上帝对我们的旨意蓝图 第二是顺服 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说 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也做我的子民 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 就可以得福 研读圣经帮助我们 知道上帝的指示 如果你不知道 从哪里开始 你怎么知道该怎么做呢 耶稣在地球上的生活 是我们生活的蓝图与指标 圣经新约有关于 耶稣在地球上事工的记载 证明了虽然他是神 但他作为人类 在圣灵的帮助下 可以达到如此高水平的灵性成功 甚至更高的境界 同时 他在地球上的生活及所走的路 证明了靠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可以在世上过非凡的生活 他也证明了 靠着圣灵 我们可以摆脱罪恶 因为一而再 再而三不断地犯罪 而无视于住在我们里面的神 是对他的侮辱 这样的犯罪 甚至可以把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赶出去 因为他太过纯洁和圣洁了 所以不能够看见罪 特别是来自一颗 没有懊悔的心灵 神的指示是为了我们的好 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更丰盛 第三点是沟通 耶利米书29章12节说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和上帝说话 就像我们打电话给朋友那样 没有什么不同 你必须拨号码 按传送及等待 当对方拿起电话时 你就可以和他通话 当我们说完话时 我们等待及聆听对方说话 这是一般互相尊重的沟通方式 这就是我们必须 与上帝沟通的方式 他倾听并回应 当我们不断与神交通时 我们就会对圣灵越来越敏感 以及感受他的意愿 每当我们要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时 我们会感受到 他促使我们要停止 顺服他在我们耳边说的话 或他在心里告诉我们的声音 确保我们走在安全正确的路上 因此 要聆听圣灵说的话 培养与圣灵的关系 爱他 他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 感谢你的聆听 愿上帝保佑你 当你认罪悔改 重生的那一天开始 上帝就赐给你圣灵 这是上帝的圣灵 住在你里面 和你一起展开人生旅程的开始 但是和圣灵一起 有了圣灵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照顾他 因此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圣灵 这对基督徒是很重要的 有的人认为 圣灵是他 而不是他 但根据圣经 圣灵不仅是神 而且他有意志 有个性 有情感 有选择与决定权 甚至还可能被冒犯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认识到 圣灵是一个位格 一个人 因为当我们使用人 这个词时 我们通常会想到人类 我们期望这个人 像人一样 有物质的身体 和非物质的灵魂 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 耶稣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圣灵不仅是一个人 而且他是一个神圣的人 他具有只有上帝才有的特征 他有永恒的属性 他做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 当一个人重生时 圣灵实际上 进入了新生孩子的心中 住在那里 因此 我们的身体成为上帝 在世界上的总部 我们的心成为上帝的点 既然上帝住在我们的身体里 我们必须小心 不要让任何会让他不舒服 或不安心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 十九至二十节的意思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既然我们知道 圣灵是一个人 我们就不应该做伤害他 让他忧伤或反对他的事 今天 我天我将和你分享 我们永远不应该对圣灵 做的五件事 第一 不要抗拒圣灵 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说 你们这应着景象 心于耳未受割离的人 尝试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抗拒圣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反对的意思 举个例子 这个人知道自己的本性和行为 都是罪人 他听到福音 圣灵向他写明他的罪 并呼唤他 恳求他相信主耶稣基督 他觉得 这正是他应该做的 但他拒绝这样做 他抵挡了圣灵 问题是这样的 他越是抗拒 呼唤就越弱 他以为 以后再信耶稣也不迟 结果 当圣灵不再呼唤 他将永远不会得救 上帝在创世纪六章三节说 我的灵 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另外 每当我们拒绝听从圣经的信息时 我们就是抗拒圣灵 抗拒圣灵的见证 所以 进化论的大学教授 是在抗拒圣灵 丈夫因为觉得 妻子难以相处而离婚 这是在抗拒圣灵 故意拒绝上帝话语的证据 就是抗拒圣灵 他是给上帝圣灵一介耳光 有时 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工 但我们一直阻止 他做他的工作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做事 耶稣称圣灵为安慰者 也称他为助手 当我们抗拒圣灵 就想限制上帝 或拒绝上帝 圣经告诉我们 要抵挡魔鬼 因为魔鬼的作为 是要欺骗和杀害人 而圣灵帮助我们抵挡魔鬼 圣灵将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但在过程中 不会勉强我们 如果我们必须要等到上帝的旨意 强迫我们 那不是真正的跟随主 我们必须停止抗拒 并跟随圣灵的带领 我们需要自愿地通过圣灵 顺服我们的救主 并在生活中顺服 这种顺服是有意识的 明智地跟随基督 抗拒圣灵的罪 往往是由不信的人 或从信仰中堕落的人所犯的 第二 不要让圣灵担忧 以福所书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圣灵是上帝新生儿的向导和指导者 就像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和老师一样 当我们违背父母的忠告和警告时 我们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使他们的心忧伤 我们要怎样不使圣灵忧伤呢 以福所书四章二十五至三十一节 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林社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畏肢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嚷闹 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以福所书四章十三节 给了我们几个思考点 首先是得救的信徒 还是有可能犯罪 此外 上帝关心我们重生后的生活 他派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让他难过 想象一下和一个不断让你痛苦 给你带来忧伤的人在一起生活 是什么感觉呢 我们不要让这成为圣灵 在我们生活中的经历 从经文中我们知道 使圣灵担忧的行为包括 说谎 无法控制的愤怒 让魔鬼在我们的生活中立足 偷窃 腐败 苦毒等等 另外 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能把圣灵当成脱罪的借口 圣灵是定罪人心的源泉 因此 当基督徒试图使用圣灵 来支持不敬前的行为 当我们用圣灵 来为我们的罪开脱时 我们就是他担忧 无论是有心或无意的欺骗 比如有的人声称圣灵的带领 使他们不符合圣经的离婚 从事腐败的活动 或让他们发现性解放的自由等 我们必须知道 圣灵永远是圣洁的灵 它是向我们展示我们的罪 而不是对于我们的主观感觉和伪装 利用圣灵的带领 实现他们的愿望或获得原谅 当我们从一人转入罪孽时 圣灵会忧伤 那么当我们为这种虚异的反叛 而要求圣灵的权柄时 他必定会倍感忧伤 第三点是不要熄灭圣灵 熄灭圣灵就是压制或扼杀 也就是对他的信息和他的声音说不 圣灵主要通过圣经和话语 向我们说话 圣灵的信息就像火一样 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时 圣灵会接受他 并帮助我们理解他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 这些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如果我们不接受他向我们展示的内容 我们就是在熄灭圣灵 我们里面的光正在变成黑暗 熄灭圣灵就像在你的生活中完全关闭他 圣灵带着火 他带着上帝的力量 圣经记载 五旬节那天 基督的门徒聚集在楼上的房间里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充满了整个房间 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节 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圣灵在他们身上 就像火在他们每个人身上 神的火在燃烧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时 上帝以两种方式引导他们 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上帝的火会发光引导人 那就是圣灵的样子 当你熄灭圣灵时 你就失去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指引 此外 当你将上帝的话语应用到你的生活中时 圣灵会帮助你在基督里继续前进 建立自己 如果你不应用这些话 你就没有神的话 圣灵也不会把你看成一个爱上帝的人 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不顺服上帝也是熄灭圣灵 如果你不顺服上帝 那清楚地显示了你不爱主 任何爱上帝的人都必须时刻顺服他 不顺服主将会带来惩罚 当你不顺服上帝的话语时 意味着你对上帝没有信心 我们会顺服我们所相信的人 如果你对上帝有信心 你将会顺服他 上帝不会喜悦违背他话语的人 第三 不跟随圣灵的带领 我们应该不断提醒自己 上帝赐给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 上帝不喜欢靠我们自己做事 而忽视他的帮助 真言三章五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帮助 而不是试图自己做事 当他帮助你时 你会做得更好 第四 对圣灵说谎 我们怎么可能对圣灵说谎呢 这就像是对上帝说谎 上帝看到了一切 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他 为什么你会认为 你可以欺骗到圣灵呢 西伯来书四章十三节 并且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 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演前 都是赤路敞开的 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 向圣灵撒谎 他们的惩罚是死亡 圣灵是一个人 我们不能和他闹着玩 有些人在谈论这个故事时 认为他们想要给予的东西 是他们的 他们没有理由 受到那样的惩罚 然而 我们必须知道 他们不是因为隐瞒部分 要给予的东西 而受到惩罚 他们因欺骗圣灵 而受到惩罚 他们不知道 对圣灵撒谎 会使圣灵担忧 第五 亵渎圣灵 亵渎圣灵 是对圣灵说 不敬钱的话 或咒诅圣灵 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 很常见 对人们来说 似乎很酷 他们认为 这是一部可以让人发笑的幽默剧 亵渎是严重的罪 唯一不能宽恕的罪 这就像诅咒上帝一样 你怎么能对被派来引导你 并带领你走上正确道路的圣灵说坏话呢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 总不得赦免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 圣经讲述了耶稣 如何医治一个被鬼附身 瞎眼和哑巴的人 耶稣赶鬼 这让众人大为感动 就问 这不是大魏的子孙吗 这不是弥赛亚吗 他们觉得这个人 一定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 但法利赛人坚决反对他 他们嫉妒和憎恨耶稣 说 这人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部 换句话说 他们说 耶稣是用撒旦的力量赶鬼 耶稣回答了这个指控 指出撒旦不能与自己作对 他们把真正属于圣灵的东西 归于魔鬼 亵渎圣灵是故意的 刻意的 恶意的 并且违背更好的知识 将上帝的灵所做的功劳归于魔鬼 我们必须小心 我们所说的关于圣灵的事 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圣灵的工作 还是撒旦的工作 我们最好不要下判断 圣灵是一个人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我们在生活中需要圣灵 我们每天都需要他 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非常危险 我们正面临着准备夺走我们救恩的事物 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救恩 这就是为什么圣灵会一直在那里帮助 我们不可 不应该 不要做违背圣灵的事 谢谢收看 上帝保佑你 基本上有三种灵的声音 可以与人类交流 圣灵 人的灵和恶魔的灵 你或许会问 为什么在所谈的类别中 没有提到天使呢 因为他们是服侍的灵 受圣灵或仇敌魔鬼的影响 当信徒与上帝的关系 在逐步的成长当中 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下 辨别对他们说话的声音是否来自圣灵 今天我们要谈谈如何辨别圣灵正在对你说话 圣灵通常通过几个迹象 向信徒证实是他在和信徒说话 以免他们听到他的声音时陷入混乱 圣灵是信徒的向导 他会说话 但我们必须能够解码他与我们的交流 也就是明白他对我们说的话 许多信徒的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是圣灵在对我说话呢 今天的影片将和你分享圣灵 正在对你说话的三个迹象 第一 圣灵传达确认的信息 西伯来书二章四节说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我们应该知道的是 圣灵在上帝话语的范围内 以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人交流 随着我们与上帝同行的成长当中 圣灵向我们证实上帝话语的模式 可能会改变 最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对我们说话 并确定是他在说话的迹象 明确地知道是上帝正在对我们说话 这对每个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没有意识到上帝在对他们说话 我敢肯定 即使在看着这影片的人当中 有一些人也错过了上帝对他们说话的时刻 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声音 现在和你分享一个很好的圣经例子 撒摩尔记上三章一至十节 讲述了年轻撒摩尔的故事 童子撒摩尔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当那些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漠视 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 他眼目昏花 看不分明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跪那里 还没有熄灭 撒摩尔已经睡了 耶和华呼唤撒摩尔 撒摩尔说 我在这里 就跑到以利那里 说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他就去睡了 耶和华又呼唤撒摩尔 撒摩尔起来 到以利那里 说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的儿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那时撒摩尔还未认识耶和华 也未得耶和华的末世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摩尔 撒摩尔起来 到以利那里 说你又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才明白 是耶和华呼唤童子 因此 以利对撒摩尔说 你仍去睡吧 若再呼唤你 你就说 耶和华啊 请说 仆人静听 撒摩尔就去 仍睡在原处 耶和华又来站着 向前三次呼唤说 撒摩尔啊 撒摩尔 撒摩尔回答说 请说 仆人静听 撒摩尔只是一个 在主面前侍奉的小男孩 当时他还不认识主 那时 神来找他 他不知道如何辨别主的声音 因为主的话 还没有启示给他 撒摩尔一直认为 是以利和他说话 每次神呼召 撒摩尔都会跑到以利那里 一共跑了三次 以利在第三次的时候 凭着经验知道 那时是耶和华 在呼唤撒摩尔 上帝在你的生活中 对你说话了吗 就像撒摩尔一样 你不知道 是他在对你说话 撒摩尔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 而不是以利的声音 不过 以利帮助撒摩尔 确认所听到的 他告诉撒摩尔 确定他听到的是 来自上帝的声音 他需要以利帮助他确认 所以神用以利来证实 撒摩尔听到的声音 确实是从神来的 上帝用来帮助证实 他话语的人 可能完全没有头绪地 传达了信息 他们不知道 上帝向我们 传达了什么信息 就像上帝使用以利一样 他依然会使用人 向他的孩子 确认他的声音 神可以使用你身边的 一个弟兄或姐妹 也可以使用一个 对你现在的情况 你的事情 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神用这些人来 帮助我们 使我们对于 他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没有疑问 圣灵和人们说话的 第二个迹象是 你的内心 对于所做的决定 有平安 约翰福音十四章 二十六至二十七节 但宝会师 就是福音我的名所 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是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信徒可以通过内心 对当前的情况 或决定 有极大的平安 这个迹象 来知道圣灵 正在对他说话 因此 有时上帝不需要派人来 证实他所说的话 而是他会给你内心的平安 譬如你在事业上 有个与其他企业 合作的项目 你向神祷告 在花时间 祷告寻求主之后 你对眼前的事 忽然心里有了 极大的平安和信心 这也是一种确认 证实圣灵和你说话 因为圣灵的果实之一 是和平 你是否厌倦了 做出错误的决定 你是否厌倦了 生活在遗憾中 亲爱的朋友 让我给你一个解决方法 那就是 在你每一次 要做出任何决定之前 你要等待 并寻求主的带领 我们的生活 充满了各式各样 大大小小的决定 有时候 一个错误的决定 将造成 一连串错误的事情发生 或者一个错误的决定 让你要经历 多年的伤痛或困难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 因为我也厌倦了 做出错误的决定 人生的一个决定 足以改变 我们的生活轨迹 不仅是我们的生活 还有我们家人的生活 从现在开始 你不必再做出另一个 会让你跌倒几年的错误决定 如果你面临人生中的重大决定 你能为自己和家人 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花时间寻求主 上帝会回答你的祈祷 上帝会给你方向 他会告诉你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对你的家人是正确的 正确的决定 会给你的心灵带来平安 而主的平安 超越了所有人的理解 每次当你在做决定时 你的决定是否 让你内心感到有平安呢 有些人 他们做了决定 当后来的结果显示 他们之前做的 不是正确的决定时 你会听到他们 懊悔地说 是的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 因为我有一种感觉 不该这么做 但我无视了他 我真后悔 不顺从我的内心 我真后悔 做了这个决定 当他们回想起来的时候 他们意识到 上帝在对他们说话 这就是为什么理解和知道 上帝对我们说话的迹象 是那么重要 在我们做出的 每一个决定中 寻求上帝的意思 是非常重要的 以故麦基牧师 曾经分享一个故事 有一次 一位女士 来到摩根博士那里 问她 你认为 我们应该为生活中的 小事祷告吗 摩根博士回答说 你能不能说一下 在你生命中 对上帝来说的大事 是什么呢 然后她继续说 当你将生活中的事情 分开为大事小事 来向上帝祈祷时 你就做了错误的决定 因为对上帝来说 我们生活中的任何方面 所有事情都是小事 上帝要帮助你做决定 他要你向他祈祷 但是你必须记得 当我们向上帝祈祷时 必须学会 在做出决定之前 有足够的耐性和足够长的时间来祈祷 如果我们太匆忙 太急躁 我们的肉体将主宰我们的决定 有的人总是闯祸 困难总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然后大呼上帝 从来没有做他的靠山 大多数人在做出生活 职业或财务方面的决定时 都没有寻求上帝的带领 结果他们失败了 上帝永远不会带你走错路 如果我们愿意等待他 他会给我们一个 他在支持我们的迹象 所以我今天鼓励你 花时间祈祷 并寻求主的带领 现在我要问你另一个问题了 当我说到祷告时 你会想到什么呢 当我们想到祷告时 我们通常会先想到要说什么 而不是想到要聆听 但实际上 祷告是与神的交通 而与神的交流是 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东西的同时 需要我们聆听神的话语与意念 祷告是人与神 人性与神性的对话交流 是双向的交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迹象是 圣灵的声音与神的话是一致的 圣灵用来向我们确认 是他正在对我们说话的 另一个迹象是 他使用圣经来支持他的话 诗篇110章165节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 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圣灵永远不会指示 我们去做任何事 是违反圣经真理的 圣灵通过上帝的话 也就是圣经来印证他的话 圣经是因着圣灵的末世而写成的 所以他不能自相矛盾 所以神的话成为我们印证圣灵 最可靠的证据 但是信徒要小心不要被魔鬼欺骗 因为魔鬼有时候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 断章取义的引用经文 无论如何 随着我们与圣灵的关系 更成长更亲密 我们的辨别的能力就会增强 我们总能辨别魔鬼的欺骗 因为他们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和标准 门徒与耶稣同在一个房间里 不难看出他们脸上的沮丧和困惑 不久前 耶稣告诉他们说 在他们当中的其中一个门徒要出卖他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消息 让他们感到多么震惊 他们互相交换惊讶的眼神 耶稣没有浪费时间 他直接提到了名字 他告诉他的门徒说 彼得 同一个彼得 那个深爱他的彼得 将要背叛他不止一次 而是三次 这让房里的气氛更加沉重 这怎么可能呢 因为对于其他门徒来说 彼得 雅各和约翰三个人 被认为是耶稣所信任的人 是属于耶稣小圈子的人 当耶稣去祷告时 他并没有带上所有人 他只带走了这三个人 他们还亲身目睹了耶稣的惊人变身 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至三节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安递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耶稣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门徒之后 他最后将自己要离开的消息 告诉了他们 他的时间即将到了 对于门徒来说 这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 大家的心里都感到忧伤沉重 然而 耶稣不只是一位复兴的神 他也是一位安慰的神 耶稣告诉他们 他不会就此离开 让他们失去安慰 他要拆遣他的圣灵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十八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 为孤儿 我逼到你们这里来 我们之前谈到 当圣灵进入你的生活时 在你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而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事情并不止于此 一旦圣灵来住在你里面 他不会毫无踪迹的 就这样待在你里面 他会从你里面开始改变你 当你的内在发生变化 这意味着永生上帝的灵 在你里面运行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关于生命的转化 以及我们在认罪时 过渡到基督的生命 如果你已经将你的生命 交给基督 那么 圣灵会从内而外改变你 你总会有明显的 或是细微的改变 比如你的脾气 本来非常不好 重生之后 圣灵住在你里面 你会慢慢地改变 可能是让人感觉 你是脱胎换骨的改变 或是一点一点 慢慢地改变 如果你的生命 没有任何改变 那你就该质疑 到底住在你里面的是谁呢 今天 我们将要看看一些表明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迹象 以及我们有基督 在我们里面的事实 让我们看看 神对公义正直的人 是怎么说的 诗篇十五篇二节 就是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 有关上帝的事实是 他是一位圣洁的上帝 他的眼睛不能看到罪恶 他希望我们与他一起正直地做事 如果我们想与他一起工作 我们必须成为圣洁来与他配合 他要求我们圣洁 因此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第一个迹象 或说表现出来的行为是 行事正直 一个有圣灵同住的人 开始了与上帝正直同行的过程 我不是说你与圣灵同住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实现圣洁 一切都变得完美 这不是要立即达到完美而踏上的旅程 这是一个不断的 持续地走向完美和圣洁的旅程 菲利比书二章十二节说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神的话语告诫我们 要战战兢兢的 也就是小心谨慎的 完成我们得救的工作 不是一次的顺服 而是借着一次又一次的顺服 顺服圣灵的管理 活出救恩的实际 如果不战战兢兢 小心谨慎的生活 太过自信或懈怠轻忽 就无法活出基督 这是一个你开始走向完美的过程 一步一步你会看到自己的进展 正直是什么意思呢 正直就是指思想正确 行事正确 说话正确 做正确的事 以纯洁的心在神面前 无可指摘地行走 这是一个拥有圣灵的人的行为 表现之一 圣灵一直渴望遵行天父的旨意 并做他喜悦的事 我们在这些方面 无法达到完美 但需要不断地进步 和努力地往前走 圣灵同在的第二个迹象 诗篇15篇2节 就是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 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你说了谎话 然后一直为自己的谎言 感到焦躁不安呢 你无法平静下来 你不得不说实话 才能获得平静 如果你曾经有过这种不舒服 心里不安的感觉 那是圣灵在推动你前进 圣灵的祝福 也被称为真理的灵 根据约翰福音16章13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有圣灵的人会表现出真理 这是圣灵的一大特征 如果有人是个骗子 满口都是谎言 如果他声称有圣灵在他里面 那么这个人就是在欺骗自己 圣灵和谎言就好像光明和黑暗 你无需要求黑暗离开光明 只要有了光 黑暗就消失无踪了 神的灵教导我们圣经的真理 使我们持守启示的知识 就是父的旨意 即使你为了摆脱尴尬 在当下说谎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你仍然不会这样做 不一定是因为你 而是因为住在你里面真理的灵 圣灵住在里面的人会过着诚信 诚实和正直的生活 无论身处何地 他们都会寻求说实话 圣灵充满的第三个迹象 凭信心生活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圣灵的果子是一个人有圣灵的证据 但今天我们将专注于谈论信心 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人 他们凭信心生活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四节说 我们并不是侠管你们的信心 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 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 当风开始吹起 生活的风暴开始肆虐时 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 将靠着信心站立 他们是凭着信心站立 而不是凭眼睛所看见的 他们不仅凭信心站立 圣经还告诉我们 他们凭信心行事 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事实是 一个被圣灵内住的人 他的信心会被激活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说 但我们既有信心 正如经上记者说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话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 无论我经历过什么 神都在我里面 沉积了一种信心的灵 一种信仰的态度 圣灵在我们的灵里做工 给我们信心的态度 和信心的灵 使我们能过得胜的生活 信心是所有信徒的根基 信心是我们得救的管道 信心是我们实际接受 圣灵的途径 圣经告诉我们 根据西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你是因信得神的喜悦 如果没有信心 就不可能取悦他 一个有圣灵 住在他里面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的迹象是 他们凭信心生活 那么 我们是否能够增强 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凭着信心生活呢 是的 我们可以 怎么做呢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神的话是靠着圣灵活过来的 当你开始阅读神的话 你的信心就会开始渐渐地增长 圣灵给你的信心 不是只有在教会才能使用 在现实世界中 同样可以应用 圣灵给我们信心的态度 以上就是一个人 有圣灵充满的三个吉祥